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 东森新闻特别专访到美国运动话刊 驻快选队记者周一利一起分析 关键评论部分 一家权威体育平台最近分析快艇队状况仍然是近十年最糟 且主要原因仍出在阵容深度不够 且常规赛转会交易窗口过后快艇队依旧存在后卫过多的问题 现在快艇队西部排名已正式锁定西部第五 且气候赛的首轮战将于4月16号周日与太阳再度碰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育特派员关键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by bwd6